happier 這邊是我們常用的內皮細胞的狀況 人類的話我們最常使用 大家請看 這就是期待 izer PC 看到不想再看的東西 ok 在這邊 我們可以把裡面的細胞 拿出來培養就會變成 人類的 期待寫的內皮細胞 我們可以拿來做運動 做研究 事實上還有很多種不同的內皮細胞 可以用來做使用 像牛的內皮細胞就很容易用 而且也很容易自備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今天殺一頭牛 沒有人會說你會怎麼樣 你知道嗎 而且你們知道嗎 牛的這個內皮細胞 我們通常都是用它什麼地方的內皮細胞 用牛的大動脈的內皮細胞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牛的大動脈 很大很大 你知道嗎 你下次去吃那個牛渣湯的時候 如果你們運氣好的話 可能會吃到牛的大動脈 你知道嗎 事實上我剛回台灣的時候 我為了要做內皮細胞的研究 我還曾經到台灣的 台北市北部的殺牛的中心 去跟他們要組織 看能不能拿一些內皮細胞出來 你知道嗎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台北市的牛肉是 從什麼地方屠宰完了以後送上來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事實上在林口 OK 而且你知道 請各位不用擔心 你們台北市只要不是屍宰的 公宰的牛肉的話 都是非常非常受到安全緊密的 你知道嗎 檢視 我去參觀那個地方的時候 事實上我又得到很重要的approval 你知道嗎 我跟他們申請了很久很久之後 才能夠到那個地方去 你知道 在旁邊去monitor那個屠牛的過程 而且最後他給我一小段的 那個牛的動脈 你知道 拿回來之後我就可以在 那個牛的動脈表面 我就可以把內皮細胞拿出來 養了以後就會像中間這個樣子 OK 我就可以用來做 這個內皮細胞的研究 你知道我那去參觀那個 參觀那個牛的屠宰場的時候 那天同時有兩個獸醫在裡面 OK 然後進來的時候 車子開進去的時候 就跟那個地上都是有 很厚的一層的消毒水 車子進去 車輪都會通過 就保證裡面都是一件都安全的 OK 然後每個過程都是 非常非常受到控制的 OK 所以大家吃牛肉不用擔心 OK 好 還有什麼東西呢 老鼠 老鼠的內皮細胞 也是常常用來做實驗的 OK 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多的老鼠的模式 我們都可以把它 某些基因把它拿掉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看看拿掉這個基因 對血管的生成有沒有影響 我們可以拿老鼠的血管來做研究 可是老鼠的血管就不太容易做 大家知道為什麼 因為老鼠很小 你們有沒有看過老鼠的血管 我可以告訴各位 老鼠的血管沒有比你們頭髮出多少 你知道嗎 就很細很細 拿出來的時候 你要把裡面的內皮細胞弄出來 事實上滿困難的 OK 事實上滿困難的 所以基本上的話 這些都是一些我們常常用來 研究常常常使用的一些 內皮細胞的來源 內皮細胞來源 好 我們用來內皮細胞來源之後 我們可以用來 怎麼用它來研究血管生成呢 其中有一種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把內皮細胞 把它培養在一種 細胞的基礎上面的時候 如果受到了適當的刺激的時候 這些內皮細胞自然就會形成管狀的結構 自然就會形成管狀的結構 所以這種方法是一種 我們來能夠研究就是說 某一種物質會不會刺激 內皮細胞生長 很好很好的一種方法 OK 這個我們叫做 In vitro的 tube formation assay 那還有一些什麼判法 我們還可以用內皮細胞來幹什麼呢 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內皮細胞在鞋關裡面 所有物質的通透對不對 都是靠內皮細胞來控制的對不對 那這裡面物質通透不光是我們所說的這些養分或廢物之類的 大家可能會知道我們今天很多很多的免疫反應 最後一集的時候 這個最後一集這個講座的時候 陳俊宏老師可能會告訴各位 很多很多的免疫反應 都是因為血球細胞對不對 然後在這個組織受到影響的時候 血球裡面的這些白血球細胞 會穿出內皮細胞的障礙 然後跑到你的組織裡面去 然後去把外來物給殺死掉 所以這個細胞 免疫的這些血球細胞 如何通過這個內皮細胞 我們事實上也可以用這種內皮細胞的影響所實驗來做研究 我們可以培養一層的內皮細胞 然後給它各種不同的處理完畢之後 我們再把免疫細胞或白血球細胞丟在上面 看它會不會跑到底下去 如果底下有越強要刺激的時候 這些免疫細胞就會跑到外面去 如果這些刺激會讓血管長得非常非常致密 讓你沒有辦法跑過去的時候 你就會抑制免疫反應 大家可以了解嗎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的內皮細胞能夠 研究免疫也是一個內皮細胞 常常使用到的一個方向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我想這個時候我想請教大家一個問題 我今天內皮細胞 我可以很容易的用它來偵測一個物質 到底會不會刺激血管生成 或抑制血管生成 怎麼做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我直接看這個內皮細胞 經過了這個處理之後 細胞數目會不會增加或會不會減少 對不對 好 我現在challenge大家一下 我今天如果給你一些細胞 我給你一個飾管 裡面這個飾管到底是抑制血管生成 或者是促進血管生成 你要如何去做這個研究 有沒有能夠回答 應該滿簡單的嘛 最簡單方法你知道 我就直接去數這個細胞就好 對不對 我直接把細胞養在那個地方 我把我的代測物質放進去 過兩天之後 有代測物質處理跟沒有代測物質處理 我去數數看它的細胞數目有沒有改變 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個方法 還有什麼方法 對 我事實上答案都寫在那個地方 你可以去測定你細胞裡面的DNA含量 因為如果我的細胞複製的比較強的時候 複製數目比較多的時候 我這盤細胞裡面的DNA是會比較多的 我直接去測DNA量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還有什麼辦法 有時候我可以去測試這些細胞的代測能力 因為細胞的基本代測能力 基本上是不太會變的 所以當你細胞數目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產生的代測產物是會越來越多的 所以都可以用這些非常非常簡易的方法 對不對 你可以去告訴你 自己就是說你今天這個代測物質下去之後 你會不會刺激那一匹細胞的生長 還有沒有人能夠想出一些新的方法 我Chall in大家想有沒有能夠想得出來 應該很多辦法 我這個地方一定要提出來跟大家想想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跟你講 有的時候同樣的研究 你可以花一些心思 你可以去做出更好的結果 而且花更少的時間 我這個一定要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聽看 而且我那時候還在大學部 我在那黃火鍊老師的實驗室 我在做一個研究 我那時候做的研究很簡單 我要把那個魚的卵巢你知道 我把它剁碎 然後裡面有卵巢 裡面有很多很多卵巢的細胞 剁碎完了以後呢 我每一個室館裡面我要放0.1克的卵巢組織 放了卵巢組織之後 我要把那個鯉魚的對不對 它的這個荷爾蒙加進去 加完了以後 經過了16個小時之後 我要把它這個組織裡面代謝的這個 類固成荷爾蒙的代謝物抽出來之後 然後去做各種不同的分析 去看它裡面的這個代謝物的這個 各個不同的產量 去看它的結果是什麼 這聽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我們第一個 我們要把那個鯉魚的卵 全部剁得很碎 爛爛的一坨 你知道嗎 有點像 有沒有人能夠 有點像把那個 腦子把它磨碎一樣的感覺 你知道嗎 蘿蔔泥 蘿蔔很像 謝平講得很像 蘿蔔泥 拿這個蘿蔔泥完了以後 你知道嗎 要怎麼做呢 他們一般我們實驗室裡面的做法 就是拿一張 拿一張這個 aluminum fold 就是那個 鋁箔紙 放在那個 電子填屏上面 加0.1 0.1 每次我都要量的很準很準 一小撮你知道嗎 一小撮的這個組織 然後差不多剛好0.1克 0.1克 這一群是0.1克 那我就歸零一下 對不對 然後再加個0.1克 然後我們每次做的話 大概都要做 一兩百個實驗 大家知道 所以我要在那邊量 一兩百個0.1克的小點點 量完了以後 我再把這個點點 放到我的室館裡面去 然後再加各種不同的試劑 然後再去測量 大家了解我意思嗎 你們知道這個過程 大概花多久時間 一個下午就沒了 你知道嗎 可是你知道嗎 大四的下午 是很寶貴的時間 你知道你可以跟女朋友去看電影 你整個下午都在那邊算0.1克 0.1克 0.1克怎麼辦呢 結果那時候我就在那邊想一想 我有什麼辦法 能夠很快很快 我就把所有的0.1克 很快就把它做完 你們能怎麼做 鋪平再切塊 我告訴你 我真的跟你講 你要能夠切到0.1塊的大小的話 你的技術真的很棒 你可能要在那個壽司店 你知道壽訓 大概20年之後 你才能夠做得到這樣的地步 還有什麼 我告訴一個大家很簡單的辦法 我後來想說 你這個東西就跟謝P講了 一坨一坨的蘿蔔泥對不對 蘿蔔泥基本上跟水的比重 應該不會差多少 我特別去量一量 你一克的蘿蔔泥 不是蘿蔔泥 對不起 就一克的那個卵巢組織你知道 差不多就是1CC 它的密度差不多就是1 密度就是 它的體積基本上就是它的重量對不對 所以0.1CC是不是大概就是0.1克 對不對 好 太棒了 這時候我就拿了一個針管出來 就把我那個東西吸在針管裡面 每一個釋管裡面 我就點它0.1CC 原來一個下午要做的東西對不對 我十分鐘 五分鐘就搞定 然後趕快東西加一加 我就跟女朋友去看電影 那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是不是可以很簡單很簡單的辦法 我現在就說你怎麼去量細胞的數目 有很多很多很簡單的辦法 你有沒有花時間去想出來 因為很簡單的辦法 你就能夠測定就是說 我同樣的細胞對不對 我加它處理之後 數目會不會改變 對不對 有的時候不是 莫守成規你知道嗎 我就一定要這樣做 你有沒有辦法能夠想出一些更好的辦法 除了這三個辦法我還想不太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去想想看好不好 有啦 事實上有很多很多方法 我現在講的辦法就是說 希望大家在做研究的時候 不一定要莫守成規了 有些新的辦法